隨時可以保平安 喔喔喔喔 就有這個地方嗎 如果有一個比較沒清洗的 這個我們會帶著 很好的 地鞋作用 讓人家可以清洗 如果是來沐浴 血清水 然後用地鞋洗 我以前洗 洗的時候 沐浴 這樣 看我冰冰 就很輕鬆 非常好 這種東西是很好的 我們做針頭 好 做針頭 對 如果有時候會帶著 蝦毛屋 在大 那種身體健康 要帶著大小母屋 蝦毛屋 非常好的 這個東西 我已經請我們的 醫學經驗做豐富的力道 就是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他主要是在大小母屋 李教授 嗨 大家好 李教授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同學 今天有吃又有料 今天學這些油 他救人 要誤到 他害人就這樣 所以我們注意到 這個電視 觀眾朋友 今天學這些東西 看這些東西 真相識 還要用 可以用力去講腳踏 正前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我在介紹 這個 他當作魔鬼 拿起來 現在已經有 衛生素 要來改進了 待會你們就看到 我們先 來 這個蝦毛 這個電視主 他的喝湯經驗 正常 今天 我的好位 都給我講完了 哈哈哈哈 他經驗都給我講完了 他說 今天 會打完 那是真好 真讚 沒錯 所以這個 我們睡這個 鐵土也好 這個 蛤蛙土 鐵架也好 齁 你們今天要注意 那些都有 我現在沒有人說 等一下 說 哇你 有時候人說 妨害我們這些生理上 什麼設 什麼設 但是我是這樣說 給你們聽而已 最近每天你也常常在看 為了這個 腦架 亂七十八十八 但是我說過 東西 優勢 不住老家 不怕風 不怕流風 萬人幾萬 但是我說過 剛才這個 電視主 在說的 比較是我們 情人 情人 要靠近日 心肝 他今天所用的東西 這些東西 就對了 這個蝦毛 他剛才說 有沒有 說老家 大廚 居 他都沒有要靠樓居 也沒有 他靠這個小木屋 更好就對了 因為這個蝦毛 是大廚人的東西 沒有一些什麼 風外線啊 宿外線啊 什麼線都沒有就對了 所以這個大廚人 你記得 我們以前的人 都是靠這個草居 草毛居 馬居 就是都在這裡做 他這你就怎麼 放在這裡 下去下去 你這樣 你這樣 下去 他的水分發表出來 吃就對了 他去味道 做好屁的 什麼的 叫味道